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我是Ryu 沒有錯 今天Ryu有一個人在東京這裡呢 拍影片 逃勝 天氣之子 大家看了嗎 有些觀眾跟我說呢 馬來西亞跟台灣已經上映了 Ryu昨天呢 其實也自己偷偷跑去 三刷都哭欸 這部新海城的最新電影 天氣之子呢 真的是一個非常有後勁的電影 就是看電視其實會覺得很感動 可是Ryu看了第三次的時候呢 其實是哭得最嚴重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了解到 就是劇中裡面登場的人物嘛 他們的這台詞的背後的那種心境 說到這個天氣之子呢 如果大家有看的話呢 其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在這個代代目呢 它有一個代代目廢管 一個管是廢掉的 然後呢 有這個緊急樓梯 走上去上面有那個神色 那這個畫面應該非常大家有這個印象 那這個廢管呢 其實是真的存在的 但是上面其實是沒有 屋頂上面是沒有神色的 那屋頂上面的神色呢 據說是在現在Ryu的這個地方 銀座這裡取景的 是另外一個建築物這樣子 就在我們後面這裡 對 那裡是不是有一個神色 其實這裡的屋頂上面 是它神色的本體 只是這個要怎麼上去啊 名字叫做 朝日道合神色 神色呢 要從這個這裡進去 要搭電梯上去的 也要到這個 本體 要坐電梯到八樓 八樓之後呢 就是這個 外面的樓梯 要走上去 也是有人跟Ryu一樣來 身邊巡聊 到了各位 屋頂 好有感覺的地方啊 哇 要先洗手 現在你們後面的這個呢 就是我們朝日神色的 朝日道合神色的本體 也就是新海城取景 據說啦 不是真的官方指定是這裡 很多網民都說是這裡 因為在東京 屋頂上面有神色的地方 真的是 可能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這一家啦 對 就是它這樣子 那在劇中呢 我們的這個女主角 楊菜呢 Hina將呢 她就是這樣子嘛 因為每天都在下雨嘛 她就一邊祈禱 然後跨過這個城市 跨過這個鳥居之後呢 她就到了另 不能 不能透去是不是 這個影片是不是 不能夠跟大家講 很詳細的內容 對 還是要 謹慎一點 不然會爆雷這樣 這一幕很重要 這一幕很重要 各位 就是一邊祈禱 一邊 跨過這個鳥居的地方 再一次 大家看前面就是這裡有這個 哥吉拉嘛 大家就知道溜在哪裡了 這裡呢 可能 這裡呢大家非常熟悉 就是新宿的哥武祭地 欸 那我們先去吃飯吧 因為 劇中呢有一個景 就是我們的男女主角相遇的地方 第一次見到的地方呢 其實是 在 麥當勞 也就是女生初期打工的地方 欸 就要去那一家麥當勞吃東西 每一個景都是真的存在的 這讓我覺得很佩服這個導演 對日本來說呢 新海城的電影就是好像在看到自己的日常景色一樣 那也不瞞大家說 看著新海城的你的名字跟天氣之後呢 真的對東京的這種街景啊 這種城市的景色呢 有 有改觀 就覺得 東京怎麼這麼漂亮 以前自己來東京的時候呢 我是覺得東京是一個很大的城市了 可是 就是 被新海城這樣子描寫 描述之後呢 就會覺得 更愛東京了這樣子 對 那我們就要 要到這個麥當勞了 女主角打工的地方 麥當勞 在西武新宿車站出來 對面就是了 這裡 就下來了 那 要在這種人口密集非常的地方呢 拍影片其實尺度蠻高的 像我現在一個人在講話呢 旁邊就是 小姐都在看Ryu這樣子 快點吃完走人吧 對 那這個男主角他坐的地方呢 其實是在那裡的 可是太多了 所以沒有辦法搶到 所以我就坐在這個角落這裡呢 一邊欣賞 這個男主角坐的地方 一邊吃 喔 就是他從女主角身上拿到的漢堡堡醬子 家鄉 各位 終於找到了 現在在我們後面這個呢 就是男主角他剛從他的 他剛從他的家鄉呢 離家出走來東京的時候 一開始住的地方 我們的Mambo 一模一樣耶 跟動物裡面出現的 拍給大家看是怎麼樣的一個景 我沒有記錯的話是這個景吧 哇 哇 找到了 並沒有要進去體驗的 對 因為裡面不能拍影片嘛 然後我也沒有想要住 這樣子 大家知道嗎 日本的網咖是可以住的 那我們要去下一個景囉 哇 來到這種地方呢各位 牛郎區耶 所幸Ryu呢 現在頭髮是紅色的 所以 在這裡呢 他們可能以為Ryu是他們的一伙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這種搭散男的感覺 所以 我可以觀明正道地在這裡走 好像看到了耶 對 就在前面 晚上露宿街頭的地方 天啊 一模一樣耶 看板可能不一樣啦 但是就是這裡的啦 各位 就是這裡 我們的男主角呢 他就是坐在那裡嘛 然後就被騷擾嘛 對啊 被搗蛋 就是這個地方 男主角就是睡在這裡的嘛 然後就被兩位女生打壞 怎麼會有小孩睡在這裡這樣子 就是這個畫面 各位 這個也是一個景耶 你看 這個有被畫到 第二次這個景出現的時候呢 是男主角英雄救美 就拉著女生跑嘛 跑跑跑跑跑 等一下會跑到一個就是旅館 我們去看一下那個旅館是真的存在嗎 男主角和女生 好厲害喔各位 從剛剛那裡呢 走到這裡 大概要跑個三分鐘才到的地方 他們其實 跑得蠻遠的耶 男主角被搭三男 就那個壞蛋嘛 抓住 然後把他撲倒在地板呢 就是質問他那個地方 然後男主角 對他開槍耶 對他有勇氣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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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終於來到了 這個地方 一模一樣耶 真的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現在六的人呢在黛黛木 這裡呢 有一個景非常重要 就是前面開頭 我們不是帶大家去屋頂上面的神社嗎 那在劇中呢 神社呢 是在一個廢館 就是廢掉的 沒有用的建築物的頂樓 我們現在呢 就要去這個廢館 這個廢館呢 其實真的是已經是廢館 然後呢 其實在8月1號 公開的前幾天呢 就開始解體 所以我們人是沒有辦法進去的 但是外觀呢 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現在呢 帶大家去看 哇 從這裡看的話 就跟劇中一樣耶 這樣子 有看的話就知道嘛 在電影裡面呢 這個廢館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代代目廢館 代代目會館 然後他旁邊有那個樓梯嘛 最後一幕的男主角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跑樓梯上去 然後上面呢 就是我們今天早上去的那個 鳥居神社嘛 天氣神社在那裡這樣子 女主角就是在這裡祈禱 然後變成晴天的 後面還有我們新海城喜歡的這個建築物 天啊 好酷喔 應該會有很多人在這裡拍照吧 就是這裡了啦 這個館呢 已經要變成廢館了 各位 所以你們可能看完這個影片 馬上來的話呢 還可以看到這種情況 半年吧 他就整棟沒有了 所以 覺得有點可惜 還好我今天有來把他們 就是把他 放在6GB 放在我的影片裡面 各位到了這個冰川神社 這裡呢 就是有出現在劇中的一個點這樣子 這個是動靜唯一一個 就是可以請求天氣的氣象神社 然後呢 而且這裡的這個 圓馬 它的形狀很不一樣 是日本的那種草鞋嘛 去看一下 大家都寫什麼 然後這個在劇中也是有出現 托 雨泥 就是希望自己不要再一次 雨泥了 去到哪裡都下雨的 雨泥 我來到裡面了 我買了這個繪馬 看我寫了什麼 我會成為雨泥的情男 愛情的情 不是啦 今天的情 這樣子 現在呢我在這個天端車站 這裡呢 也是在天氣之子劇裡面出現很多次的地方 最後一幕也是嘛 然後男主角呢 第一次去女主角的女主角家的時候呢 也是有經過這裡 所以我現在非常興奮 完全是一模一樣耶 劇中呢可以看到 那個超市 碎的 0-S 對啊 這件山刷的時候呢 比喻也是看到這裡 掉了眼淚 所以 現在非常有感覺 好棒喔 我真的很喜歡這一次的人物設定 就是男主角 他其實他很膽小 他很脆弱 可是呢 他為了自己要追求的東西 也就是這個愛情嘛 就為了這個女生呢 就真的很多地方就奮不顧身 然後做了很多對的選擇這樣子 又想說把相機放在這裡拍的話 是不是能夠拍到跟劇裡面出現的感覺一樣 這樣子怎麼樣 各位現在在計程車裡面 好累喔 今天一整天下來呢 這樣子其實去蠻多地方的 雖然這一次天氣之子 他跟之前的你的名字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他的基本上都是在東京 可是還蠻多地方的耶 不過還蠻推薦大家的 因為你們只要繞著這個電影的聖地走呢 其實就是東京觀光了耶 六要去的是六本木 去那個Skydecki 就六本木的上面有一個就是屋頂嘛 Nina講呢 他就在那裡就幫這個煙火大會 祈禱說希望清田嘛 就到這個六本木的屋頂上面 然後這個地方是真的存在的 我們旅客也可以上去的 到他們的展望台 各位 居然要排隊一個小時 如果我現在上去的話呢 可能還可以看到 就是天氣慢慢變暗的樣子 但現在要排一個小時上去的 可能就已經是完全晚上了 哇 各位 就是這裡了 你看 東京的夜景 我們的女主角呢 Hina講呢 她就是為了這個煙火大會呢 她站在那裡騎檔 那那裡是不能進去的 對 她就站在很外面那裡嘛 還蠻危險的 對啊 然後煙火大會的時候呢 這裡呢 只有我們的男女主角獨佔 他們有在那裡 就是坐在那裡對話 印象蠻深刻的 天啊 六本木ヒルズ的スカイデッキ 我們去看一下美景吧 好 各位出來了 今天的聖地巡禮呢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其實六金天 原本預定還要去的 就是 池袋那裡有他們去的愛情旅館 還有幾個景嘛 還有就是那個 虛賀大叔跟他孩子 跟他女兒玩的那個 可以看到 東京塔爾的公園也沒有去到 因為已經晚了這樣子 真的 我花了八個小時 就是逛以上的景 我是用衝的喔 我很快喔 可是還是要這麼多時間 所以大家你們如果是 要來聖地巡禮的話呢 建議可以花個兩天的時間 慢慢逛 不用像Ryu一樣這麼匆忙 對 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這部作品 支持 支持迅海城 那就這樣子囉 我們這一期就到這裡囉 我其實剛剛呢 還在神社 買了這個御守 回去 帶回去給Yuma 這個 對 因為他今天不能來嘛 又開始想他了 要快點回家 還是這樣子 下次再見 拜拜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RyuTV 按這裡按這裡 然後 下面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我不是特意要講什麼話